好消息来告诉您 没有身装e-tech的民众 终于也可以享受九折的优惠价 10月1号开始 这个上路的话呢 特别要注意了 必须要在通行国道之后的 第四到第六天 才能够享有九折的优惠 而高铁也渴望将会在年底 调降票价到1300块钱 交通优惠 希望能够带给民众 生活上的小缺席 没有身装e-tech的民众 以往在行驶国道通行费 是没有优惠的 不过从10月1号起 也可以有相同的九折优惠 不过要特别注意 必须要在通行后的 第四到第六天才有折扣 也就是民众 如果在1号时通行 必须要在4到6号之间缴费 才有九折 其余的时间缴费 通通没有优惠 通行之后 你要记得你第几天 然后也要记得 第四天到第六天去缴 才会有这样的优惠 原来e-tech的用户 如果你上户预约不足的话 六日内去补出职员 一样会将有九折优惠 高铁也有大力多 交通部透露 未来将重新检讨 高铁票价机制 台北到高雄 单程1630元的票价 渴望降为1300元 这是因应高铁 财务改善计划来实施 最快年底 渴望上路 这种像你是刚台北 才报不到 一样会计划来实施